一夜之间 河北清河城内连续发生三起车辆被捞案件 寻陷追踪 犯罪嫌疑人总在同一地点修饰不见 深夜街头 妾贼猖狂作案 案头所记 警方如何寻找盗车贼的下路 深夜盗车贼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青河县 地处河北省中南部 地处于河北省星台市 青河是我国最大的羊绒产业积散地 有着中国羊绒之都的美誉 依靠羊绒加工及其他制造产业 青河县的人们过着悠闲幸福的生活 然而 从2015年6月开始 随着一群不速之客的出现 青河县长久以来宁静平和的状态被打得过 位于青河城郊的青河羊绒制品市场 聚集着上千家商户 万先生是其中一员 2015年6月26日早上八点 万先生起床后像往常一样 从二楼下到商铺的一楼办公室 开始与经销商联络生意上的事情 忙完之后万先生准备外出采购原料 刚打开商铺的电动卷帘门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他就发现他的那个汽车不见了 原来万先生在前一天晚上 把自家的越野车停在了商铺门口 可是当他打开商铺的卷帘门时 却发现停在门口的车不见了 万先生马上走出商铺 在确认了越野车被盗之后 马上拨通了报警电话 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接到报警电话 立刻赶到案发现场 向万先生了解相关的情况 通天晚上他把那个晚上十点钟左右 他把那个车放在他们那个家门口 经过一番调查 民警发现 窃贼在被盗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他们盗窃的这个说法非常娴熟 也很专业 然而就在办案民警 一途找到更多侦破线索的时候 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公安局 又接到了两起群众报警 是在小区里边 然后起床以后发现车被盗 被盗以后然后就包含 一晚上被盗了三辆本田系列的轿车 办案民警分头火速赶往另外两个案发所在的小区 向被盗的车主了解相关情况 在调查的过程中 民警发现 在这两个案发现场中 他们依旧无法提取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他们属于这个职业的范围群体 反正他能力很强 所以对我们留下的线索 也可以说很少 几乎是不会给我们留任何线索 一夜之间三辆汽车被盗 这种情况在河北省星台市清河县 从来没有发生过 犯罪嫌疑人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当办案民警扩大搜索范围 希望在案发现场附近 寻找被盗车辆踪迹的时候 却遇到了阻碍 因为我们清河县这个雨污分流工程 然后路面全都进行改造 所有的这些监控就临时拆掉了 连环盗车案的发生 能够为办案民警提供侦办线索的 有效资源教授 使得案件的侦破难度加大 但是侦察员还是依靠丰富的办案经验 对窃贼作案之后的逃跑路线 做出了判断 打击这个盗车机动车辆 我们有好多年的这个丰富的经验 一看这个被盗的车型 我们基本上就能判断 显然来源的这个方向 办案民警果断放弃在清河县城内 寻找窃贼的身影 立即转移调查的方向 最后我们就跳过 我们刑台这个修路这一段的这个 监控事情 我们沿着他逃跑的方向下一段 开始寻找 通过对大量视频监控和卡口照片的筛选 办案民警发现三辆被盗汽车 在离开清河县城之后 一路向北 朝河北恒水方向市区 他们对当地的这个路线特别熟悉 他走一些没有监控的小道 小店小道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 三辆被盗汽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遮阳板都被放了下来 而驾驶三辆车的司机 竟同时都戴着口罩 他们对这个隐蔽的这些手段 自身的保护意识特别强 出来作案的时候蒙面 戴手套 同时民警还注意到 一辆黑色轿车一直尾随在三辆被盗汽车身后 这引起了民警的高度关注 马上对这辆黑色轿车展开调查 车里面开车的人戴着口罩 而且他的车牌和车里明显不符 警察 黑色轿车悬挂的车牌是假牌照 警方判断 很有可能就是窃贼作案所用的车辆 最终 此辆车在行驶到航水市下下的饶仰线后 一同消失在了茫茫的异色当中 给我们留下的线索也可以说很少 最大的线索就是能锁定他们的来源的方向 可是仅仅依靠极为有限的线索 办案民警能否找到这货消失在夜幕中的盗车贼呢 多方调查 警方远赴秦皇道 查找新的线索 盗车贼再次偷信 夜之间又有三辆车 不翼而飞 沿路追踪 办案民警能否有新的收获 深夜盗车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6月26日 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 一夜之间三辆私家车被盗 当地警方马上展示调查 发现案发之后 犯罪嫌疑人面带口罩 开着被盗车辆 逃向了河北航水方向 准备工作都特别充满 而且还都是跨区域的跨市 犯罪嫌疑人驾驶被盗车辆 最终消失在了河北恒水市 饶阳县附近 正当邦安民警忙于查找 三辆被盗汽车的下落的时候 一条在网络上发布的 出售二手汽车的信息 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我们发现 秦皇岛有一辆出售二手车的一辆信息 一辆黑色的本田汽车 而且在网上有这辆汽车的照片 这辆汽车的保险标志 还有一些车上的一些划算 和我们背道的汽车高度一致 而且出售的价格也明显低于市场价格 邦安民警通过金黄岛警方 很快了解到这辆出售的二手车 就在当地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内 我们了解到 所有的背道车 现在都能换一些身份 去进行上牌 甚至两辆车或者三辆车互相拼装 拼装成一台车上的手续 这对后期公安机关追赃 也有非常大的难度 了解到情况后 邦安民警立即出发 第一时间赶往 河域河北青黄岛的某汽车修理厂 当时我们认为 这车在那进行改装 车车就对那进行了查控 很快 民警在修理厂内 找到了两辆与背道车相符的越野车 并进行了勘查 可是勘查的结果 却让邦安民警大失所望 遗憾的是这辆辆车 不是我们行台被盗的车 其中有一辆是手续不全 另一辆是事故车 新黄岛之行没有任何收获 这使信心满满的邦安民警非常失落 感觉费这么大力气 最后不是我们的东西 我们感觉好像心情挺沮丧 这种感觉 接下来令邦安民警们没有想到的事 就在他们返回青河县不久 倒车案又发生了 2015年9月22日早上8点 在青河县城内做服装生意的张先生 一早出门办事的时候 发现昨晚停在店门外的车辆不见了 在反复确认自己的车辆没有停在店门附近之后 张先生才意识到自己的车被盗 从4S店提车到家以后就没开 就跑了100公里 原来张先生被盗的车是刚刚购置的新车 还没来得及给车上倒墙鞋 就是上了交上线给第三者 在接到张先生的报警之后 河北省青台市青河县公安局 立即赶到了张先生的服装店 了解车辆的相关信息 民警发现被盗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而在现场附近 民警发现了一处监控探头 可是在调取了9月21日夜晚 以及凌晨的监控录像之后 民警却发现由于监控角度的原因 监控探头并没有捕捉到案发现场的情况 就在班牌民警努力寻找破案线索的时候 又传来了车主丢失车辆的消息 这两起一个是在我们这个小区内 背到了一辆本田汽车 另外是在这个我们一个小区的一个外面 停车场 然后又背到了一辆汽车 又是在一个晚上背到了三辆车 这与6月26日凌晨发生的汽车盗窃案如出一辙 当了民警赶到背到车主所在的小区进行调查 依然一无所控 另外两一个没有任何的这个线索 也没有任何的影响资料 刚刚背到的三辆汽车 与2015年6月26日凌晨背到的三辆车 为同一车系的汽车 而且犯罪嫌疑人选择的作案地点和作案手法极为相似 选择的就一些这个物业弱弱 然后门岗管理松散的这些小区 这些小区呢 你的车随便进随便出 没有人管 他们倒车的这个时间很快 基本上几分钟就到走一辆 而且这个声音啊也不是太响 再一次发生的连环倒车案 不仅让背到车主蒙受了财产损失 也是其他车主坠坠不安 六月份一起九月份一起 这六起四四百天的车车也价值不到两百万 也是价值比较巨大 一早就成功 每次弄倒个两三两 带到舌头一踹 老百姓能量的控制很大 是吧 嘎到吃点 不干脆 为了尽快破案 给当地群众 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 办案民警在没有视频资料的情况下 采取传统的办案方式搜集信息 通过大量走访 民警寻找到一位目击者 被盗车主张先生的邻居 他的这个邻居 在前天晚上的十二点钟左右 然后发现这辆车 从那个独生街 然后一直往西开走了 由于天色以外 张先生的邻居 并没有注意到当时驾驶车辆的人员 当车子离开时 这位目击者看到与张先生的越野车 一同离开的 还有另外两辆汽车 一个车队 出货非常快 他邻居以为他开车出去了 办案民警判断 与张先生的车一同离开的车辆 很有可能是另外两起案件的被盗车辆 根据目击者提供的信息 这三辆车离开的方向 应该与六月份发生的倒车案件相同 当时我们就感觉 这一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和逃跑路线 是和我们六月份发生的一起 是高度相似的 我们就沿着我们上一次六月份的轨迹 然后我们就寻找视频线索 不出所料 办案民警按照上一次 窃贼驾驶被盗车辆逃跑的路线进行追踪 很快发现了三辆被盗越野车的活动轨迹 和六月份的路线走的是一致的 他们这个路线都没有改变 逃跑的路线都是一样的 同时民警发现 一辆白色轿车 未遂在三辆被盗越野车的后面 而这辆白色轿车悬挂的车牌 也与上次出现的黑色轿车一样 同样适用的是奖牌照 是在另外一个案子里边 他用其他的车型 但是挂的是其中的一个牌子 相同的牌子来 所以说这两个车 也就是同一伙人所为 方案民警通过掐口拍照系统一路追踪 最终几辆车又一次消失在了饶阳县附近 他们也有理由怀疑 犯的分子就残住在那附近 多起案件串闭 民警发现盗窃团伙的作案半径不断扩大 乘胜追击 警方展开打击行动 狭路相逢 侦察员如何将窃贼接纳归案 深夜盗车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9月22日凌晨 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 连续发生三起越野车被盗案件 作案手法于三个月前发生的盗车案如出一辙 接连发生的盗窃案给被盗车主带来不小的经济损失 作为一个夹子来说 一次夹着日三十万的东西也都盖得很勤套 经过调查 办案民警发现 窃贼在刑窃后逃往了同一方向 那就是河北省航水市饶仰县 为了尽快破案 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公安局 把案件上报到邢台市值 对案件进行创递 有了新的发现 邢台 龙瑶 清河 还有我们这儿苍州 邯郸 去年六月份一直到九月份 也是连续发生一晚上被盗窃 起车的这种案件 我们对这个大量的发案进行了这个研判 研判之后啊 然后发现有五起案件 是这个同一所创逢所的 通过对大量资料的汇集与调查 办案民警发现 出现在作案现场的可疑白色轿车 曾出现在多个案发现场附近 而且每次都会悬挂不同的车牌 作案的车辆肯定是不悬挂 真牌的肯定是假牌照 但是你这个汽车的特征 细节特征你是不会变的 办案民警总结了多起案件的规律 发现窃贼大约每十天左右 就会来到星台地区进行盗窃 为防止群众的财产遭受不妨侵害 清河县公安局与河北省 星台市公安局共同研究 决定展开行动 加大巡逻力度 争取抓到现行 我们清河县一边都成立了一个巡逻补控的小组 每天不间的对县城进行巡逻补控 从2015年9月底开始 河北省星台市清河县公安局 每天晚上8点钟开始 组织警力上街巡逻 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4点钟 我们在我们县城的 所有的县城的各个县界的路口 我们设立了一个前期的一个观察场 按照专案组的要求 负责街面巡逻的办案民警 一旦观察到可疑车辆与驾驶员 将进行现场跟踪和调查 同时安排另一组民警 时刻与路面上正在巡逻的民警 保持联系 并通过指挥中心的监控视频 对路面上的可疑车辆进行筛查 就是针对往我们这个方向走的这个车 进行这个电子的这种卡牌筛选 因为它是每过一个车 肉眼油不能丢掉 那个是丢不掉的 这种前期观察哨和指挥中心的筛查 大大提高了警方寻查可疑车辆的效率 尤其是针对车号不符的汽车 还有这些未悬挂车牌的一些汽车 还有一些可疑的开车戴口罩 戴压商帽开轿车的人 我们进行跟踪 边跟着同时边跟着路报 只要过就是落实这个车跟车牌 是否相符 他说相符了 他们反了一样 不相符 不跟过去 当时布置警力挺密集 功能量也特别大 整个巡查行动 大概进行了一个多月 到了2015年11月9日本上 案案民警终于等到了 刻意车辆的出现 我们有一组观察哨 我们发现了一辆白色的汽车 特别刻意 车里面开车的人戴着口罩 而且他的车牌和车里明显不符 所以我想肯定又来刑台来找案 又来作案了 可是让民警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白色可疑轿车 并没有进入清河城区 当时我们也确实感到 特别奇怪 没有经过我们县城 直接走这个38国道 然后进入山东的圈内 根据窃贼以往的作案规律 办案民警分析 这伙窃贼很有可能 到山东实施盗窃 专案组立刻制定相应的对策 他们的作案特点 也基本上就是说 能够在一夜之内 就是来回往返的这个路程 所以说我们判断他去了山东 肯定还会在凌晨两点钟左右 还会在经过我们清河县 延远路去横水 河北省星台市清河县公安局 B级行动 在几个路口布置紧闭 在窃贼回城时进行回应 我们当时有30名警力左右 也去了10多辆车 我们把那个路口堵住 在关键路口布置好警力之后 民警驻守的原力 等待窃贼的再次出现 2015年11月10日 凌晨两点钟 这货窃贼果然现身 过来三辆车一开 特别不正常 而且那天晚上大雾 大雾他们开得也特别快 然而 犯罪嫌疑人驾驶车辆 看到驻扎等候的民警后 意识到自己的行踪暴露 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 他们竟然选择了极端的应对方式 没想到嫌疑人非常猖狂 创卡把我们那些设卡的这个东西 这个主车这些东西 都撞开了以后逃跑 窃贼利用刚刚从山东拖来的 白色越野车等投授 瞬间闯过了民警所设置的道路障碍 最后另外两辆车也跟着冲了过去 街面上也有别的车 没有其他老百姓的车 当然他不怕出事 渐次庆幸 现场的民警立刻驾驶警车 追击疯狂逃窜的倒车贼 开枪了 那车应该是 它转过去的速度特别快 撞在路边有花池的有棵树 惊慌失措之下 窃贼所驾驶的其中一辆越野车 撞在了路边 而当民警赶到时 窃贼已经不见封印 民警马上对车内进行检查 除了发现 他这个作案工具 其他的嫌疑人的任何的指纹 其他的生命信息 都没了 狡猾的窃贼没有在车内留下任何痕迹 另一座民警继续驾驶警车 向前追捕 当时特别黑又有大雾 看不清楚 黑夜中的大雾给警方的追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当民警所驾驶的车辆始终与窃贼的车辆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无法靠近 民警驱车将近200公里 一路追踪窃贼 到恒水市饶阳县某村庄附近 诸多不利因素 最终导致民警在河北饶阳县某村庄附近 失去了追踪目标 眼看着自己到手的一些成果 瞬间都化为无有了 都感觉非常的惋惜 虽然这次抓捕行动没有成功 但窃贼的疯狂行径 却更加激发了邦安民警的斗志 也非常生气 也非常的恼火 太嚣张 感觉他们太嚣张 就这么一个感受 所以说下定于心 想方设法也得把案子拿下来 犯罪嫌疑人疯狂拒捕 警方追踪失去目标 夜魔之下 可疑的白色轿车再次露出真容 警方抓住战机 将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 悉数清点查获的被盗车辆 最终勿归原主 深夜盗车贼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11月10日凌晨 警方与在河北新台地区连续作案的盗车贼 终于有了正面交换 可是由于天黑大雾等原因 是盗车贼逃脱了警方的追捕 这么多天的努力 马上就要见到效果了 其实参战的民警心里边都 特别伤心 挺沮丧的 虽然没有成功抓获盗车贼 但是办案民警在这次行动中 依然有不小的收回 通过这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 顺限追到了我们衡水 饶阳的东隐村 然后进入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的居住地 将犯罪嫌疑人藏匿的地点 锁定在河北省饶阳县某村庄之后 警方排查的范围大大缩小 而通过对卡口拍照获取的照片进行研判 警方判断 这伙妾贼的年龄不大 这更有助于民警划定重点查找的对象 年轻人他作案之后 他获得了钱了之后 他要干什么 他要去消费 这个年轻人的玩儿时间要大 他要去消费 所以说我们的歌厅 娱乐所有娱乐场所都是重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查找 判案民警在河北绕阳某歌厅的门前 注意到了一辆与悬疑车相似的白色轿车 便马上进行调查 何在我们先做案的那辆白色轿车的细节特征 非常相似 负责前方调查的民警 把可以白色轿车的车牌等信息 传递给后方的民警 很快有了结果 通过查询得知这个车的车牌和这个车也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作案车的原车主 真正的这个车的车主 我们是找到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白岸民警并没有惊动犯罪嫌疑人 而是对车主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很快排除了白色轿车车主的嫌疑 原来白色轿车属四架车 车主平常很少使用该车辆 大部分时间用来出租 我们通过对这个车主的这个社会关系和他周边的朋友 我们进行分析以后 我们确定了有四五个嫌疑人 犯罪嫌疑人李某 刘某 赵某 陈某等伙人 均为河北县县人 年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 民警调查发现 这五名犯罪嫌疑人都没有政党职业 却经常出入一些高档娱乐场所 另外发现这五名犯罪嫌疑人 与三个二手车犯联系十分密切 发现这三个人从这几个年轻人手里购买车辆以后 他们会愿望郑州 至此警方彻底摸清了这个分工明确 即盗窃 销赃与一体的犯罪团伙 我们掌握了偷车的嫌疑人的线索 嫌疑人的身份 掌握了这个销赃嫌疑人的身份 2016年1月1日 专案组赶赴郑州 在乙兵馆内 将负责销赃单三名二手车犯抓捕归案 我们通过对他的随身物品进行检查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几个物流单 原来三名负责销赃的犯罪嫌疑人 正要将一批刚刚到手的备照车辆销往外地 办案民警立即赶到了郑州某物流公司 发现这两辆CLA就在这个物流的仓库里面停留 最近我们对这个车辆进行比对 然后去那边这两辆车就是盗奖车 2016年1月11日 在河北省公安厅行侦局和苍州市公安局行侦之地的大力配合下 清河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又赶赴河北县线 将盗车团伙中的李某当五人缉拿归案 并在李某的住处搜查出数张伪造车牌以及盗车工具 经审讯 李某当五人供认了他们在河北星台地区多次偷盗车辆的犯罪事实 并交代了盗车细节 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当人提供的信息 大安民警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在山东行窃时的监控视频 完整地还原了他们盗窃车辆的过程 他们选择的这个车辆一般都是在20万以上的这个中高档车辆 以前的时候以这个盗窃叫车为主 这几年呢 随着人们消费署行对越野SUV这个倾向以后 他们选择的主要是越野车型 一般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锁定作案目标之后 会立即对车辆实施盗窃 基本上三到五分钟左右盗窃一辆汽车 这伙犯罪嫌疑人盗窃成功后 会马上离开作案区 然后把偷来的车辆开到一个开阔的地方 停留观察一段时间 在确定备道车辆暂时无人发现报警之后 犯罪嫌疑人会把偷来的车 逝离案发现场 低价出售给中间人 再有中间人专门负责消往全国各地 一个正常价格在24万左右的本田CRV 就算它当二手车卖 也会卖到20万左右 但是他们会以这个3万或者3.5的价格去出售 截至到2016年5月份 通过河北省星台市青河县公安局的民警不懈努力 已经成功追悔被盗车辆13台 价值300多万元 2016年5月5日上午 被盗车主张先生怀着激动的心情 来到了河北省星台市青河县公安局 领取自己丢失了将近8个月的车辆 我没吓到我车能找回来的时候 特别感谢青河县公安局民警 为了我这车也费了很大的力气 我把这车找回来特别感谢 我们市公安局提出来针对寝财类案件 破案必追赃的这么一个口号 所以说我也要下大力气去追赃 因为群众丢失的物品 他们最高兴的就是丢失的这些物品 都找回来 这是群众最满意的 办案民警提醒广大车主 一定要提高警惕性 尽量把车辆停靠在有监控视频的区域 并提升车辆的防盗装置 确保车辆安全 我要是健康嘴巴不随便放置 别管为了生事把车放到 那油口那儿放 还得把车里放到 比较连准的地方 要给咱们车自身加一些防盗和装置 比如说方向盘的锁和排挡锁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A级通缉令 六奶舰南1983年9月30日出生 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 滨阳县宾州镇 顾名村委会下载村4队161-1号 身份证号码452-123-1983-0930-1314 该犯罪嫌疑人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再逃 请广大观众 提供有关线索 即使拨打110报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